大家好,我是J,欢迎来到今天的特斯拉美股复盘,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特斯拉的走势,今天我做了一期直播的时间,陪大家一起去看微软,还有Google的财报的,大家可以去我的直播的这一栏去看一下,那里是做了一个即时的反应,技术面上面, 然后也讨论了一下这个齐全民间可能会见到的一个变化,然后也点评了像Unity啊,一些比较热门的股票的点位,所以欢迎大家去看一下,做一下这一方面的这个点评,好,现在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走势,我们可以看到特斯拉呢,今天收的不是这么的理想啊,265.28,盘后再下滑的一丢丢去了264.55, 所以这里265的支撑,明天又要受到这一个考验了,在这里呢,特斯拉的这个价格啊,主要还是受到了这一根蓝色的布林中线,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压力,这根线呢,每天都会变,昨天是270,因为昨天涨了嘛,所以今天平均的这个价格就高一点,这个就是20日线嘛,布林中线,布林中线现在在272.09,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就是在那个点被打压下来,所以现在就变成了是265左右,在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布林中线开始收窄了,也就是代表特斯拉的波动呢,会变小一点,除非你有一些特别的事件,像交付数据啊, 要回去点评一下特斯拉最近的一些新闻,去看一下有没有这一方面的催化机,值得一提的就是这里的阴线发放的是有点大, 所以这个回调的预期呢,我们可以看到交易量随之慢慢的下来了,经过财报之后,所以就在做这个调整,在这里对多头来说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就是, 虽然今天还是在往下冲高回落啊,但是如果说砸出了一个255之下的底部的话,这个还是没有啊,如果明天继续回调的话,就看那个255能不能进一步的守住, 然后继续呢,在这一边支撑住,等这一个MACD被修复,开始背离的时候呢,就是挑战这一个272附近左右的布林中线, 看能不能搞一个突破,当然有催化机最好啊,开始去补缺口的时候,缺口下方是280,缺口上方是291左右, 所以到时候就看能不能补齐,一会儿我会再看一下微软和Google的这一个点位的啊, 因为今天毕竟两个巨头是做这个财报,Google我们看到是去做了一个, 涨的是非常的好啊,然后看到微软在财报刚出来的时候呢,跌了一点啊, 后面都基本上把这一个跌幅给收了一大堆,但是到了后面呢, 我们看到在这个conference call啊,在这一个电话会议的时候呢, 就直接是爆雷快速的下行,我们去看一下微软的关键点位, 好,先继续去讨论一下特斯拉,其实今天特斯拉这一边的消息面还是比较的少, 我们也看到交易量是缩了不少啊,1.12亿对比平均的1.37亿, 来到这里呢,特斯拉的这一个自动驾驶呢,在财报的时候, 是有讨论过这个licensing,这个许可证这一说的, 因为这个去提供给别的公司的话,是可以去收到这一个费用的嘛, 我们在这里呢,特斯拉是没有公开,他最近是在跟哪一家公司去做这个讨论, 但是在外面有这个传言呢,就是在讨论啊,会不会是福特, 因为我们知道福特呢,是第一个,对于这个North American Charging Standard, NACS这个充电标准呢,特斯拉它是第一个加入的, 然后就是通用,General Motors,所以来到这里呢, 就是想福特会不会第一个去做这个自动驾驶的licensing, 做这个许可证,拿到这个自动驾驶, 因为我们知道的嘛,其实对于通用,还有福特来说的话, 自己去研究自动驾驶的话,那真的是吃力不讨好, 更何况现在我们知道GM通用还出来的就是供应商那边的压力问题啊, 然后就是对于自己的Chevy Bolt这一个电车来说的话, 这个生产的这个速度有点慢, 今年暂时也就是五万辆左右啊,五万辆左右, 所以来到这里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自动驾驶来说的话, 是有一个mystery company,有一个神秘的还没有公布的公司啊, 有可能就是跟这个特斯拉在讨论这个license,这个许可证, 去用这个自动驾驶来说的话,是怎么样去实行的, 这一边还值得去继续的去追踪一下, 因为毕竟不知道是谁嘛,但是这个消息如果出来的话, 是福特的话也不会有太大的惊讶, 但是股价肯定是会因为这一个许可给出去的这一方面的利润和盈利来说的话呢, 对于未来的发展也是很好, 那肯定股价就可能会拿到这个追换器, 开始继续的做进一步的一个反弹。 好,另外一边呢,我们知道马斯克概念的加密币来说非常火的呢, 是这个Dogecoin狗狗币, 而因为那个Twitter,从这一个Twitter的这个名字, 现在不是做一个小鸟的一个标志呢, 现在这个鸟变成的是一个X, 一个X, 所以这个X上面来说的话呢, 就给那个狗狗币的那一边就在开始联想一会不会上去, 所以狗狗币这几天是上升了差不多是过去一个星期差不多20%多吧, 有一个小的一个动作,如果大家看到狗狗币上去的, 其实就是在冲着这个改名字的上面, 改名字的上面, 说到改名字, 今天还是有一些负面的article是出来的, 报告出来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知道微软是有一个游戏机的叫做Xbox, 而这个Xbox来说的话, 那个X是不是有点跟Twitter的那个X的标志有点像, 所以在这个上面就是在想后面会不会有人去告那个Twitter, 因为就是说抄袭它的那个标志吗, 然后Meta这一边呢, 好像也是有一个类似于XX的这一个标志的是一个蓝色和白色的一个形状, 所以他们就在猜微软和那个Meta会不会去在那个特斯拉标志的, 在那个Twitter标志上面呢, 对这个特斯拉构成一些就是在那个官非上面的一些新闻啊, 所以这个也是值得去看一下的, 这今天这个新闻能爆出来也是代表今天这个特斯拉这一边呢, 真的是没有太大的一个新闻啊, 我觉得去猜哪个公司会得到这个FSD的license, 这个许可证对于自动驾驶来说的话, 应该是更加大的一个催化剂, 好, 最后说一下这一个木头姐姐, 这一个ARK Invest, 其实在财报的时候啊, 马斯克都给了一个shoutout给这个方舟的投资啊, 也就是木头姐姐的这个基金, 就是说那个去关注一下非常好的一家投资公司, 这我们那天在做那个直播的时候都发现了, 都说哎, 怎么直接给那个木头姐姐给打扣来了, 好, 在这里呢, ARK是方舟的这一个投资管理这一边呢, 是觉得特斯拉有三个大的看点, 一个就是Dojo, Dojo到2024年末来说的话, 特斯拉会投资超过10亿在这个Dojo的项目楼链啊, 穿过1 billion dollars的这一个investment, FSD来说的话, 也是一个看点啊, 这个我刚刚已经提过了, 特别是如果福特会直接跟这个特斯拉去买这一个license, 做这一个许可证的话, 就特别的好, 因为毕竟很少传统的这一个制造商, 汽车制造商来说的话, 是可以做到全自动驾驶的这一个车子的车辆的, 但是特斯拉呢, 每天是从自己的这一个, 从自己的这一个电车的车辆上面呢, 是得到很大的一个数据, 又有Dojo这个超级电脑, 全球前五最强的超级电脑去加持的话, 每天可以去做的这一个训练啊, 这一些training, 然后去分析解码这一些数据来说, 更加快的去完成FSD呢, 是肯定是有加倍的这一个功效的啊, 而且我们也知道, 这个我也提过这一点, 也就是英伟达呢, 是没有足够的显卡去满足特斯拉啊, 所以特斯拉对于Dojo的这个投资来说的话, 是需要时间去体现的, 但是对未来来说的话, 应该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另外的一点呢, 就是马斯克也说过啊, 我们自己如果看每个星期, 我们一个星期要开多少时候的车的话, 如果是对吧, 有人就是可以帮你自动驾驶啊, 或者有这种Robotaxi, 集成人去做这个机器低势来说的话, 那么就更加的有意思啊, 在这里呢, 呃,方舟的这一个投资公司这一边是觉得, 在预期啊, 在2027年啊, 特斯拉三分之二的这一个企业价值啊, 都会是来自于这一个Robotaxi啊, 也就是这个机器人的地势, 呃, 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特斯拉的这个FSD来说的话, 现在是Level 2, Bench是拿到了Level 3, 他的这个EQS那一边,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对呃, 特斯拉的自动驾驶FSD的这个研究, 有没有任何的, 呃, 一方面的这个影响, 因为毕竟这个Bench的Level更加高, 其实我跟你说Level 3呢, 也是没有太大的一个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每一天限定的一个时间, 让你去, 让你去开, 而且是限定了一个特别的这一个, 呃, 在美国的一个区域啊, 你是可以做到这个Level 3的驾驶, 而且还限速了, 所以这其实就大大的减少了这个FSD的实用性, 就算你去到Level 3, 也是有那些限制在那里的话, 那就没有太大的一个意义, 但是对于发展来说的话, 还是希望我们能看到这一个Dojo超级电脑呢, 对特斯拉有进一步这一方面的帮助, 呃, 也欢迎大家在那个留言区comments section这一边呢, 去写一下自己对啊, 马斯克特斯拉在自动驾驶啊, 超级电脑啊这一方面, 然后股价能不能见到啊, 一个有力的反弹的去做一下这个点评, 暂时来说这里MACD真的是有点深, 所以就而且布林现在日线级别在收窄, 所以看起来啊是要那个, 回调几天的了啊, 说到指数标普500指数, 我们可以看到是走在一个比较漂亮的趋势线里面, 但是来到这里呢, 呃, 疑似走一条这一个上行隧道, 我说过这边是要冲上来到4600之上呢, 才可以就是把这两条线真的是连在一起做一个隧道嘛, 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他摸到了这个中线的时候, 上次是往下砸了一下, 这一边不知道会不会做一样的这个砸幅度啊, 如果砸下去的话, 就到了这个4553左右的这一个地位, 就是看这里的12344次的测试, 这是第五次的这个测试, 我们去看一下能不能守住, 那为什么把这一点说出来呢, 因为明天是这一个加息会议啊, 我们要听, 我们会听到这一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去做一下这一个发言的对后面的加息的步伐, 我们也知道这一个不不不确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对于马斯克这一边, 特斯拉这一边呢, 也是给了非常大的压力, 虽然他们的这一个利息这一方面的收入增加了700%, 但是其实马斯克肯定还是希望就是大家呢, 也是可以非常好的价格买到这一个特斯拉的汽车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明天这个鲍威尔呢, 到底会是放鸽子还是放鹰, 明天我是会在直播的啊, 11点西部时间, 2点东部时间, 约定大家一起去看一下美联储给出去的, 到底是暂停还是加25基准点, 我们知道暂停基本上外围呢是没有这个预期的, 基本上98%呢都是看加25基准点的, 加50基准点呢现在是显示有1%的可能性, 但是在这里呢市场在今天开盘这一边呢, 外围市场是预期后面再加多一次呢, 是有50%左右的这个机会, 因为就业市场呢还是非常的hot, 非常的强劲啊, 经济也是非常的有韧性, 我们从这一些纪录财报, 基本上能看到微软还有那个Google, 还有这一个Visa来说的话, 在这里都可以看到啊be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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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且不只是啊那个top或者是bottombeat, 是strongbeat, 也就是这个上线下线这一边啊, 全部都是啊好过预期好过预期, 但是可能没有好过分析师, 就是华尔街的这个预期, 所以反而股票被打压了, 微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啊, 现在正好我们去说一下我对微软和Google, 啊为什么股价走的非常不一样啊, 这个财报来说的话, 去做一个点评啊, 首先我们看一下股价是怎么样走的, 第一个来说的话是Google, Google大涨5.76%, 在这里呢, 我觉得Google呢是给很多投资者, 吃了一份这一个安心药, 我们知道大科技其实做了很多财源的, 所以对财源的时候, 什么支出的话, 其实对于这一个bottomline, 呃企业的这个利润来说的话, 应该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EPS这一边呢, 微软和Google呢, 确实两个人都是啊, 都是beat的, 另外的一边, 对于Google更加大的一个概念来说的话, 就是很担心, 他的搜索市场, 这个老大垄断的这个地位啊, 可能被啊, 病也就是微软的这个浏览器, 因为chat gpt的加持, 而减少了收入, 结果开出来是no problem, 他的这个search这方面的这个revenue呢, Google还是交了一份非常漂亮的卷子, 然后我们也知道, 他的Google Cloud云端的服务业呢, 也是看到了非常好的revenue, 所以来到这一边呢, 我们就看到直接就被拉上去了, 因为微软去今天打开的时候嘛, 大家就会想, 那既然人工智能是很赚钱的一样东西, 特别是投资了这么多给open AI, 还有chat gpt, 那么拿点实际的这一个收入拿出来给我看, 或者做一些好一点的guidance吧, 但是在这一边呢, 这个Ani和这个CFO来说的话, 直接就说我们下半年再看吧, 好了, conference call那个上面直接就炸了, 我们就看到盘后, 现在基本上是跌了3.7%, 而微软的股价呢, 就直接到了338%, 本来是预期就是微软给人工智能一份比较好的一个解释啊, 和卷子, 但是结果就是去看一下吧, 因为其实对于copilot, 也就是微软的这一个人工智能的部分来说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新颖一点的这一种的收入的方法, 所以你去看具体的这些numbers和数字来说的话, 它也很难给你比较具体的, 因为人工智能比较是今年非常火的一个概念啊, 所以我觉得微软可能这里被打压了一下, 因为可能就是分析师和华尔街觉得最近涨的太多了, 而Google PE Ratio啊各方面来说的话, 企业价值都比较低, 所以反而变成了补涨, 所以给了股价就是在两个公司都是双beat的情况下呢, 这样子的一个分歧, 不是代表就是微软后面基本面都不行了, 只是可能就是像一些分析师跟特斯拉的这个预判是一样的, 就是说最近涨的太多, 你需要去歇一下, 然后看一下以后能不能上去, 好, 我们去点评一下这一个Google和微软的这一些点位啊, 微软来说的话, 我记得在直播里面我是给过点评的, 我是说基本上就算盘后跌到像这种338的区域来说的话, 整个趋势还是非常的漂亮, 这里布林中线在341.85这个是跌破了, 但是布林下线是在327左右, 前面有回调过一次了, 所以这次就看是不是又想下去, 这里微软最主要的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大的支撑, 这里之前是布林中线的, 但是显然现在是在更加高的341的区域, 但是这里呢是有一个缺口的, 这个缺口在338左右, 盘后不就在338吗? 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收到了这个缺口那里去了, 而缺口补齐的下方呢是在332左右, 所以明天就是看这个区间能不能被守住, 最坏情况就是他去摸这一个327左右的这一个布林下线, 看会不会到, 好, 我们去看一下这一个Google, Google如果往上涨的话, 就是必须需要守住, 我刚刚就是在那个这个stream里面去说过的这个点位, 129.5我记得是, 我们应该可以看到那条线还是在的, 我们把这个打开来看一下, 129.5左右的这一个level非常的重要, 我们可以看到盘后呢这一条之前的压力线呢得到了有效的支撑, 你可以看到基本上Google现在走的呢就是一个ball flag, 这里是旗杆, 然后这里呢就是等进一步的continuation, 所以明天开盘的时候呢, 他这一边可能有继续进一步的一个continuation follow through, 你就可以看到他是继续的往上, 有可能进一步的去冲往140这一边, 网上去冲, 如果我们去看这一个Google的这一个上线的话, 这个都是要去找之前的, 因为Google已经很久没有跑到这一种的level去了, 基本上往上跑的话143是下一个非常大的点位, 近一点的话就可能是135啊到137左右, 这两边看看会不会有压力, 然后提示一下就是最近的这个指数啊还是在极度贪婪的81点, 所以大家要非常的小心啊大盘在一个高位, 但是对于SPX还有标普来说的话, 就是看这里呢, 既然又碰到了疑似有的这个隧道的中线来说的话, 这里会不会打压下去, 因为这里这样子来看的话是一个diagonal斜过来的肩膀人头肩膀打压嘛, 所以就看这里会不会做一个回撤, 甚至是跌破这一个趋势线, 进一步的往4514这边砸, 或者是4484, 这个就是去看那个老包到底是给出什么样的言语, 明天就是做这一期直播了啊, 大家记得, 然后我把我的这一个二维码呢, 微信群的我二维码也是发在了我的这个community tab, 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群, 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天探讨美股, 今天就到这里了, 下期待观看, 我们明天再见。